你好,中美爭霸,喂,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10月18日 我們先入正題以先,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壽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或晚上,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我做節目這一刻,世界局勢很混亂 很多事情發生,好像每樣都要說 現在有三個戰場,有兩個正在打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場 第二個戰場就是中東那邊,兩邊有事情發生 第三個呢,現在是醞釀爆的了 就是朝鮮和南韓半島裡面的戰爭是一觸擊發的 所以呢,現在三件事都有事情發生去update,都是要說的了 首先第一件事,先說中東局勢 我做節目那一刻,是凌晨的時候,10月18日 在昨天10月17日,美軍出動了的B-2軍炸機,軍炸胡塞武裝 這件事是很奇怪的事 因為B-2軍炸機是一些很高檔的飛機來的 是很貴的,胡塞武裝沒有什麼防空力量 基本上呢,爛地一塊 真的 其實沙地都炸過胡塞武裝N這麼多次了 但是這件事呢,是很高調的 因為B-2軍炸機是一些很貴的東西,它是隱形的 每一次飛的時候呢,都要將一些隱形的物料呢 隱形的意思就是說,那些雷達看不到它的那些 那些呢,就要呢,它飛一次就損耗一次的防空物料 那你要逃回來就很貴的 所以呢,美國呢,很多時候呢,這些黃牌的東西呢 它就不多用的 它就B-21軍炸機,就是B-2軍炸機,過了一點點 但是呢,就已經夠照了 這件事呢,各樣的動作都是告訴你 美國高調地出B-2軍炸機,就告訴你 它要威嚇伊朗 因為胡塞武裝後面的大哥是伊朗 我打你弟弟,就叫你大哥 我亮劍了 而且那把劍很厲害的,就叫B-2軍炸機 另一邊呢,在以色列的境內呢,出現了薩德導彈 薩德導彈呢,我就不是軍事專家 就說不到給你聽是怎樣的 薩德導彈呢,都是一種呢 是針對伊朗,如果你是隔 一至二千公里 飛彈導彈過來的話呢,薩德導彈呢 是有信心攔截到的,就是說呢 以色列的鐵窮的導彈呢 就不是很難到那些 彈導導彈的 如果你是火箭彈那些,鐵窮導彈 幫你擋吧 但是你說,嘩,一千公里這樣 彎過來啊,一千多二千公里 這樣呢,基本上呢 就不行了,鐵窮導彈 現在美軍呢,擺一大堆 薩德導彈 薩德導彈呢,曾經在中國這邊呢 一南韓是要安裝薩德導彈呢 搞到滿城風雨啊 而且呢,安裝的地方呢 就在樂天,即是 在南韓那塊地 就是樂天的機構 拿出來就給美軍去安裝了 所以呢,其實呢 我記得好像是七年前左右 還是朴槿惠的後期 六、七年,七至八年前 那麼呢,中國呢 就... 極力去制裁樂天這個機構啊 以前我記得幾年前 我都會有時候吃樂天紅仔餅的 後來現在大陸完全都絕了職 沒得吃了,什麼都好 我告訴你 薩德呢,這個導彈系統呢 在中國這邊呢,搞到滿城風雨的 七、八年前 但是最近呢,中國都不介意了 因為呢,薩德導彈那個系統呢 在中國面前呢,都沒有什麼了道的了 這樣 但是呢,對你伊朗呢,就很棒了 那是什麼意思呢 美國 要支持以色列 去軍炸伊朗 就是說呢,10月1日 美國... 伊朗 炸到以色列 PK 其實呢,很多機場 空軍機場都有受傷 這個是200個目標來的 有很多個都中了都難不到 那接著呢 10月6日呢 有一個神秘的地震 應該就是核事了 所以呢,以色列就強了在那裡 但是以色列呢,就不敢動手啦 但是呢,我相信呢 他發爛爛 就是他好像... 就是... 以色列呢,跟美國的關係很複雜 基本上呢,他好像爸爸 就是美國控制不了他 一定要聽他的話 也都可以反過來,美國是爸爸 以色列是兒子 但是,美國呢 這個爸爸呢,就很疼兒子 基本上被兒子控制的 24孝爸爸呢,可以這麼說 所以呢,兒子呢 發覺不夠... 即是以色列發覺不夠伊朗打呢 就回去扭手 就挨握老特 挨握 美國一定要比足支持他 如果你不支持我的話呢 我暗死打伊朗 那所以呢,美國真的頂你不順啦 拜登就頂你不... 內塔利亞湖不順 決定呢,就出呢 一些絕招了 B2軍炸機 再加薩德 攔截系統 就想呢 以色列軍炸完伊朗之後呢 伊朗害怕到不敢還手 想這樣 那這個形勢呢 我相信呢 內塔利亞湖呢 一定會在11月5日之前呢 出手攻擊伊朗的 另一邊就是... 就是要替... 特朗普助選 而... 而拜登也禁不住的了 這個呢 比較緊張一點 就是以色列呢 度定怎樣去... 向伊朗報復 但是... 伊朗不會不還手的 我相信 所以呢,真是... 我們看看... 接下來會怎樣發展 另一邊呢 我就收到消息了 就是俄羅斯呢 在哈爾科夫那邊的動作呢 很大 但是呢 因為呢 西方那邊呢 真的... 不多報導啊 但是呢 總之現在來說呢 有些說法呢 就是說 如果哈爾科夫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城 來的 就是說呢 在... 這個的... 烏克蘭裏面呢 第一大城市 就是基庫第二大城市 就是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裏面呢 俄裔人口是多的 但是呢 在2014年的時候呢 原本想脫離呢 這個... 烏克蘭的時候呢 最後沒有成功到 那個俄裔... 俄裔的人口呢 沒有辦法 叛變到 所以呢 一直呢 其實烏克蘭都很重點呢 就在哈爾科夫裏呢 駐軍 而且哈爾科夫這個城市呢 也都很... 怎樣說 是一個堡壘城市來的 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的時候呢 都是一個很重點的城市啊 德國和這個... 蘇聯在這裡爭奪得很厲害 是幾... 即是... 幾十萬人對幾十萬人在那裡打呢 是圍成戰的 很厲害的 所以呢 戰後呢 蘇聯就在哈爾科夫裏呢 就真的搞到基礎很穩固啊 很多... 地保啊 各樣東西 很難打的 但是現在的形勢呢 看來呢 哈爾科夫呢 是有危急的 因為呢 其實烏克蘭呢 他抽了一些兵呢 進去富爾斯克之後呢 即是進去了俄羅斯的境內 這裡就是富爾斯克啦 就是...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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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全部都是魏父 所以俄军也不會勉強自己11月5日之前 一定要搞定這些事情 搞定哈爾科夫或者紅軍村 哈爾科夫很重要 但如果哈爾科夫一崩潰的話 基本上烏克蘭是守不住聶帕河爾 東的所有地方 是一次過瓦解 現在 烏克蘭的形勢接近 就是淮海戰爭 如果是國共內戰 打到差不多淮海戰爭 淮海戰爭打完整個烏克蘭散了 散完 當然 淮海戰爭之後 休息一下過多月 共產黨渡過長江 修復全中國 國民黨還有百多萬兵 那些兵都不能打 因為全部都是新兵 其實現在烏克蘭的樣子 就快要進入淮海大戰完結的階段 即是一次過 烏克蘭主要的重鎮都散完之後 接著就開始俄軍 操進去聶帕河爾東的所有地方 接著 就渡江打過去西面 所以 美國面對那個 看到的形勢是很兇險的時候 如果 在美國的角度來說 即是在拜登的角度來說 守住烏克蘭呢 比守住你 韓國更重要 說真的 韓國是所謂比較重要的 但是 比烏克蘭更重要 為什麼 如果烏克蘭一散 其實俄羅斯 如果吃到整個烏克蘭的話 整個 整個北約就可能進入瓦解 很多東歐國家 就明免 投向你俄羅斯 當然有很多美軍 住宅在羅馬尼亞這些 俄羅斯會懲罰他 但是 一散你上來 很多羅馬尼亞 雖然有美軍 可能都是腳軟的 見你烏克蘭一散 所以呢 美國不想你 烏克蘭散 所以想引爆你 這個 朝鮮的戰爭 只可以這樣解釋 因為 我們早兩次 的節目 都指過了 應該好像是突發揭露 但什麼都好了 這個表呢 我們展示過給大家看的 是你 韓國出無人機 進來平壤 引起這件事先的 但是無人機要走三百多公里呢 基本上呢 我想NGO都做不到的 所以呢 裡面呢 其實真的 韓國的軍方呢 是有參與這些無人機 的控制 各樣東西 那如果是這樣說呢 由於呢 韓國的軍方呢 沒有戰時的指揮權 即是他的參謀部 什麼都沒有的 即是美軍呢 直接呢 是指揮韓軍的 到真正打仗的時候 所以我有權是可以相信呢 美國直接 叫韓國 出面 去挑釁你 這個 這個 金正恩 朝鮮 那個目的就是 因為 現在這個一個說法 就是因為呢 在烏克蘭戰場裡面呢 是有北韓的士兵的 即是有朝鮮的士兵 如果朝鮮那邊打仗的話呢 某個程度上呢 金正恩會召回這些兵呢 回回去呢 這個的 韓國那邊 即是半島那邊 這樣呢 是一種呢 維藝救治 你說哎呀 你 你說到這麼危險啊 是這麼危險 大陸就很不滿的 你說啊 你 不敢挑釁啊 台海引爆戰爭 你挑釁啊 這個的 朝鮮半島去引爆戰爭 朝鮮半島是否很近我 大陸兩個主要經濟區啊 朝鮮半島是很近北京的 如果是在鴨六江的話呢 來北京四百多公里 如果呢 上海呢 海路來呢 這個濟州島那些呢 又是四百多公里 如果你呢 當然啊 這個的 朝鮮和韓國打仗 在三百線上打 那你來上海都 六七百公里 即是 六七百公里啦 去北京又是六七百公里 喂 這樣其實呢 對中國的威脅是大的 而且呢 影響了股市 中國就一句說完了 你說如果 和你美國說而已 你搞無人機 進去平壤 要想搞打仗的話 那你美國想維藝救召而已 你美軍未必下水去真的打的 你不會大量派軍去 去朝鮮半島打 那你一句說完 就有得 朝鮮和韓國打 維藝救召 扯走 金正恩 朝鮮的士兵 在烏克蘭的士兵 希望保護烏克蘭 只有一天 就只有一天 而且呢 美國呢 可能計過一條數 只是呢 韓國 和朝鮮呢 隻抽的話呢 捱得一段時間 老公實實啦 當然啦 你說韓國 沒有理由應該打的喔 喂 你那個首都 離開那個邊境線 得可 幾十公里 你一打 首爾就變成一匹屎 這樣 在美國的角度呢 犧牲朝鮮去救烏克蘭呢 是他很不想做 但是可能現在的形勢已經去到很危急啦 烏克蘭是整體整個散啊 那如果是這樣算 喂 那你用韓國引爆 朝鮮戰爭 去頂住烏克蘭 你頂到 起碼可能救到賀錦麗啊 喂 喂 如果11月5日整個烏克蘭 這樣 那怎樣 沒有啦 美國佬沒有多閒 就是 我 這個是其中一個說法 因為呢 看來烏克蘭那邊呢 是 扯走那些兵力呢 負爾斯是一個很愚蠢的行為 那跟著呢 整體士氣瓦解 跟著呢 那些人呢 根本就 就 在哈爾科夫那裡想逃走的 跟著 整建制的烏克蘭士兵呢 都不想打 那跟著呢 甚至都是傳出 你們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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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俄羅斯 佳羅斯 欸 全世界 亦都很不一樣 就是 因為 ël確說 西方 朝鮮半島的戰爭,11月5日之前引爆的話 大陸可能是不引爆的,你引爆 這個朝鮮半島的戰爭,大陸不如早些收你台灣算了 收了你台灣的,就控制著台海海峽 逼你韓國,韓國早些收手 或者甚至以一個,可以說是劣勢的情況下認輸就算了 因為,朝鮮未必有能力消化韓國的 這個我覺得,嘗試可能會 如果真的開打了戰爭,真的未必知道 預測到戰爭怎麼發展 究竟是,大家切磋一下 然後就找個理由停戰 還是,這個金正恩要一直到底呢 這個我不敢肯定 我們再看看將來的發展吧